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丑 今天我們要測試的是 全家剛剛出的 經典系列 說實在的全家便利超商在 過去一直跟 小七有微波產品上面的 最大戰爭 就是在便當上面 那 十幾年前全家 其實他那時候在出自便當的時候 我跟 當時的老婆 當時的女朋友 現在的老婆 就是 南西豬 我們吃了之後就覺得 全家蠻有出貨 但最近這幾年感覺小七又 慢慢追趕上來了 那 廢話不多說 今天呢 我特別選 全家 他目前主推了三個經典便當 其中一個個 哈囉 幹 流水了 誰個 幸好這是我的頻道 我怎麼罵都沒關係 讓爸爸喝 長這樣 我看起來好好吃喔 那我們就 第二個呢 是這個 沒關係你們可以自己拿 都可以吃到誰 這是他最近最獵襲的產品 經典炸醬炒泡麵 好像很厲害喔 真的很厲害真的很厲害 超厲害的 你不要過來 你去吃你的固定 好那我們就開始試試囉 這個費用是75塊台幣 那全家呢 他的炒泡麵 比較特別一點 也是他的 他的塑料 跟7-1比較不一樣 是7-1的塑料比較薄 那全家的 蓋子的塑膠 比較透 而且比較厚 不知道為什麼 這有什麼特別的差別 然後開的就這樣 那比較透的狀態就是 他的 他的水氣比較不會 這麼多的滴在 餐額裡面 然後一些人每次都在 在網路上面嗆我說 阿不就只是一個 便利超商的便當 我跟你講 微波食品的便利超商的便當呢 水分的維持非常重要 今天不論你是一個人 一個魯蛇在吃 或是你跟家人一起吃 怎麼讓你的便當 便當 便當 產生 有那種濕潤感 然後這個就是這樣 好辣 不行 有錯耶 這個是辣的 他的沙達是辣的 手太辣了 手太辣了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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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全家就是他在排骨料理的便當上面比較可惜的地方 可是他沒有像 沒有辦法像雖然有一個 很精進的便當就做分級 因為分級無論過多好大 他都是有這個分級 可是全家就沒有一個 讓我特別有記憶點的便當 有嗎 全家有讓你記憶點特別深的便當 只有紫便當 可是紫便當在十幾天就笑死了 好辣 太小燈了 沒有沒有用 怎麼可以到這一隻 你看 還不禮拜錄的 怎麼不不可以 太險 靠到手機中了 先用戒的領域 我看 üpbook 不是在亂排 它對 江夫的東西 但我不得不說其實全家的飯還是比西文好吃很多 白飯 我真的覺得他白飯是比西文好吃的 差點是一樣 好 以上是這次試吃 兩個 全家目前最近推出的 便當的心得 那如果你對我的 試吃還沒有任何的問題 也請在我的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每個留言我都會看 那別忘了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打開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持續追蹤 感謝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